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? 刷牙 洗脸 怎么样呗?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,又到我们读经的时间咯 今天呢我们来看到 尼西米记第一章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 雅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 我在书山城的宫中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 同这几个人从犹大来 我问他们那些被鲁归回 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他们对我说 那些被鲁归回剩下的人 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我听见这话 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 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 大而可畏的神啊 你向爱你 守你诫命的人首约诗慈爱 愿你睁眼看 刺耳听 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 为你众仆人以色列名的祈祷 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 所吩咐的诫命 律例 典章 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 说 你们若犯罪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但你们若归向我 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你们被感散的人虽在天涯 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 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们的居所 这都是你的仆人 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主啊 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 使你仆人现今亨通 在王面前蒙恩 我是座王九正的 今天读经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还要记得我们一起读善经哦 拜拜